大家好,我是纽约市官方讲解员王颖 你们看到现在的画面 可能会认为我是在我们纽约的南哈顿大都会博物馆 但其实你们说错了 我现在是位于纽约市布鲁克林的布鲁克林博物馆 对于我们这些博物馆专门研的研究人员来讲 说句实话,当然大都会博物馆更大一些 但是你如果真的是说你从这个理论上还是实际上来研究埃及艺术 那你一定要去我现在所来的布鲁克林博物馆 因为布鲁克林博物馆的埃及的收藏品是大都会比不了的 无论是雕刻的真规性上还是多样性上 大都会博物馆在这个埃及收藏上 这个是打不过布鲁克林博物馆的 比如你看到我们现在的这个石壁 它是埃及人丰收节的一部分 但是我给你们看看细节 你注意看了吗 这些石雕上面它还保持着它应该原有的颜色 我每次做博物馆讲解 尤其是在大都会的时候 我说你们应该去看布鲁克林这个国埃及的收藏 因为你只有看了国埃及的收藏 你才能够明白四大文明国各有其精彩和伟大的地方 比如我们现在看到的布鲁克林馆的这个石雕石壁的残片 这就是一群埃及人在载鹅载舞的准备宴会 它头上担着这么一个盘子 盘子上面搁的是各种各样的面包 另外你们还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家禽 牛羊等等 最重要的呢 这些东西都是有颜色的 包括这边看的就更清楚 其实古埃及的很多东西都是有颜色的 比如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个小盒子 这个呢叫做波涛力盒 这个盒呢是这个 古埃及啊 它在这个 它在这个殉葬的时候 要把一些东西 就培葬品的盒子 但这个盒子呢 一般都非常漂亮 你看看它这个颜色 看到吗 一个颜色基本上是没有变的 坎脑比特盒 坎脑比克啊 坎脑比克盒 就是用来呢 装这个亡灵的随身用品的 它是非常讲究的 你看这个颜色到现在静就不坏 你们中间看到这个就是太阳神 好多人我说太阳神呢也是啥样 太阳神就是这个样 你们如果去了过大都会的丹特尔神庙 你就知道丹特尔是供养这个太阳神的 看到这个太阳神到底应该什么颜色了吗 太阳神是金黄的 它的羽毛是绿色的 这个你在大都会 你是看不到的 这个东西呢 你只能 实在呢 咱们说布鲁克林布 你才能看得到 非常稀有啊 看见了吗 这个是古埃及人做的这个动物的木乃伊啊 包括小狗的 这是一只猫的 我在想以后是不是要给我家的猫 也做成这样 包括呢还有一些呢 其他动物的 你看到这个是真正的埃及的这种棺材 也是在人性观出现的前后出现的 包括生命之牌 你看都保持着非常鲜亮的颜色 古埃及小孩玩的跳棋 所以说呢 这个布鲁克林馆 它的这个古埃及收藏 要比这个大都会要好得多 所以我宁安是来布鲁克林看它的埃及展 因为大都会呢 缺乏这种 像这种彩桃像 大都会是很少见的 另外呢 我们说呢 这个 布鲁克林博物馆 那还有一件呢 可以说是全世界 唯独只有它有的收藏品 当然不是这个法老的 灵寝 那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 亡灵书 又叫做四海之书 这个四海之书呢 是布鲁克林的一个镇馆之宝 也是全世界最长的缩草纸 写成的文献 是人类早期最早期文献 可以说是最长的一个 在它这个文献上呢 甚至你可以看到呢 这个是古埃及人的一些 包括几何问题的研究 它的上面都有 看见了吗 这个王灵书 它要比大都会的那个王灵书 要值太多钱了 所以说呢 这个呢 布鲁克林博物馆的 埃及收藏品 那比大都会呢 要丰富很多 包括我们往外走一点 你们可以看到 这种有颜色的这种 咱们说这个光果 这个只有布鲁克林 大都会没有 非常的漂亮 你们这边看到的呢 就是咱们说呢 布鲁克林博物馆收藏的 埃及的各种各样的收藏品 今天就是带大家呢 索码惯化的先看一下 以后呢 也会有详细的介绍 好了 这期节目呢 就先给大家呢 拍到这里 我是纽约市官方讲解员 王寅 咱们下期再见